自动分割 我接下来想要跟你们分享自动分割这件事情 什么叫自动分割呢? 举例来说,当我今天我已经整理好了所有的资料 例如说不管是Total Total这里面是不是有各年 好,从最前面 最前面开始看 各年,然后各县市,甚至各区的资料都在这边 有100年,有101年,102年 反正就非常非常多的资料在这里 可是有时候我想要特别整理出来 六区的资料分别放在不同的工作表 举例来说 这里有100年的新北市各纪的资料 那是不是会有101年新北市的资料 102年新北市的资料 或者是100年台北市的资料 台北市的资料 然后101年这边台北市的资料 好,以此类推就对了 那我会希望说就直接把它怎么样 假设六都资料整理出来 我可以整理六都 你当然就随便整理了 假设你想要整理台中市以北 就是台湾台中以北各县市随便 好,那你看一下我怎么做的 就是 这边没有什么各县市的整理资料 你看我在这边 资料拆分执行 做完了 你看,假设我今天去看台南市 台南市把100年到105年 各年各季的资料 是不是都整理好在这边 桃圆市 桃圆市 桃圆市完毕 还有什么 台北市 高雄市 台中市 新北市 就六都 我当时我整理的是六都了 好 我想 这件事情应该 我们之前是学合并在一起嘛 可是 还有可能 你们会再把资料做拆分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学这件事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学这件事